一句话都还没说 眼泪已经忍不住掉下来 去年底从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想到差点无法陪伴强迫中的女儿长大 祝姓妇人雨带哽咽 就很怕没有办法陪她长大这样 所以就觉得有点难哭 31岁的祝姓妇人在去年经历生产后 突然心机梗塞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过抢救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连院方也说个案其实并不常见 虽然发生几率不算高 不过心机梗塞非同少渴 由于现代人不规律的饮食以及作息 心血管疾病甚至逐渐年轻化 根据医师表示 如果怀孕过程中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 可千万不能大意 朱欣妇人在经过抢救后重获新生 也将迎来人生第一个母亲节 民事新闻黄福以宜兰报导